三十八岁 罗莉塔今年闪婚又怀孕 并于八月顺利产下女儿 如今生个当妈三个月的她 对育儿越来越上手 也经常分享自己的育儿日常 经理罗莉塔发文透露 某天晚上红女儿睡觉时 明明尿布没事 也为奶拍隔了 女儿却整晚哭得撕心裂肺 让她感到很心疼 尝试了各种方法都无效后 最后她选择参考网路上民俗方法 罗莉塔表示之前听说过 若住在长辈生前的老房 可能会有灵体跑进来 如果小朋友看到 或感应到就会不舒服 对此有网友分享经验表示 只要把他们骂一骂骂走了 就会没事了 罗莉塔抱着姑且一世的心态 马上对空气大骂几句 美小女儿真的不哭了 而且很快就睡着了 让她惊讶直呼 要不要这么刚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